大家好 包子黎在中国基本上是一桶江湖 东方不败,绝对是搞定了 他现在最反的就是外交上的事情搞不定 我这边收到一个消息 说这个包子黎最近在冰床上大发脾气 差点就挂了 差点一口气就没有缓过来 差点就挂了 为这个外交上的事情特别的伤了 我觉得特别的费劲了 一群废物 说这个我党难道就没有人才可用了吗 怎么这么一个事情搞不定呢 事儿就这么多呢 怎么就不能让我好好的养病呢 怎么就不能让我放心呢 我们一看看是哪四件事情 四个事情 第一呢是说这个美国参众两院 近期可能要通过关于香港的一个避难法 意思就是说凡是香港的民主人士 都可以获得美国的永久性的绿卡 总算是让香港人民可以放心了 就这个意思 说这个美国参政员现在为香港的事情 正在推这个东西 叫香港避难法 美国现在这边呢 这个消息我问了美国的几个朋友 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你要知道香港台湾 美国人是最关心的 香港与美国有与台湾 台湾的与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 那是仅次于美国宪法的一个大法 所以包子弟为什么他不敢动台湾呢 很多人觉得这个包子弟会动台湾 我一直认为他不敢动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国会美国的政府 美国它是有台湾保护法的 这个法是美国的一级法律文本 所以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包子这会动台湾 他是因为看到了乌克兰 俄罗斯动乌克兰 是不是 结果美国人呢 也没把俄罗斯怎么滴 就把俄罗斯就活生生 把乌克兰就活生生 那就送到战火之中 但是你要知道区别大了 去了是不是 乌克兰美国人可没有一个关于乌克兰的保护法 没有的 北约也没有一个乌克兰的保护法 是不是 但是美国呢 可是真有的 关于台湾 美国是绝对是板上钉钉的 所以你动美国 美国如果要跟你中共干的话 那你是不需要任何流程的 因为它法律就在那里 说干就可以干 这个事情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呢 要通过一个香港的避难法 比照台湾的关系法 有点意思 所以让乌克兰特别生气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且不说台湾它动不了 是有一天香港的 也是要成为它的一个心腹大患 第二 说昨天香港又有几十万人参加游行示威 主要是反对习包子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的双拥护 什么是双拥护呢 凡是想参加香港的立法会选举的人 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拥护香港的国安法 就这么一个意思 双拥护 结果有些香港人不答应 这个消息我倒是觉得存疑一样 香港人还有人出来游行吗 我是表示怀疑的 但是我这几天没有关注香港 但是香港的双拥护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说这个香港的这帮孙子 做事情的不行 中年办不行 第三条是什么呢 说澳大利亚这边 召回了所有的这个 驻华大使和各地的临时之后 又派遣的政府特使 突然访问了台湾 是吧 完了以后要跟台湾 要加强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 这个事情也是烦的 那我们都知道 有一句说一句 土工中国有些事情 咱也不能是报忧不报喜 是不是 土工的外交层面呢 在最近呢 也的的确确有一些个进展 比如说和美国的 这个国家安全部门见面 然后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 沙利文跑到曼谷 去跟王毅战狼见了一面 完了以后接收王毅的训话 这算是一个成绩嘛 还有就是新加坡 现在已经全部跟中国大陆 就是完全是互相免签了嘛 对吧 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 外交成就 是不是 据说啊 据说这个遥远的新西兰 也准备对中国人的实行一个护照的免签 如果这个事实真的 那也是外交部的一个成就嘛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与老百姓有关的 与这个习包子他不关心 所以习包子呢 最关心的是台湾 最关心香港 这两个地方 他如果搞不定 他的历史地位就不行 是这个道理吧 习包子这辈子最想干的事情是统一祖国 所有的神经病啊 所有的五毛 所有的被共产党洗脑的人 他的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统一的这个魔咒 是不是 就想统一统一统一再统一 这是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普世价值启蒙的人 最喜欢搞的事情啊 统一统一是习包子的人生的最大的挂念啊 如果他不统 如果中国不同意 如果中国无法踏平台湾的话 包子就死之前一定要学首诗的啊 王师北定中年日啊 夹继无望 是吧 告包子 是吧 这个东西肯定是这样子的啊 那第四条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政府不知道是哪个因答错了 普京老师不知道是哪个因答错了 突然紧急召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 对中国新疆近期的人权问题表示严重的关键 并督促中国政府必须配合世界相关组织 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彻查 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啊 不允许国内几十万人 如此不明不白的染上了这个武汉病毒 必须要这个有一说吧 这个消息呢是比较靠谱的啊 我们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有说过这样的问题 共产党在新疆之所以搞人导主义灾难 之所以搞种族灭绝 之所以把新疆管得跟铁桶似的 他防谁呢 很多人他不问你个基本的问题 你说他防谁呢 难道是防新疆的那些个人本地搞事吗 显然不是是不是 其实他们防的第一位的人 并不是那些个从西边来的那些个回族的那些个人 那些个穆斯林的人 防是防他们啊 但是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其实是防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从历史上来看 一直对新疆这块土地啊 那就口水流了一滴啊 一直想把新疆吞并到俄罗斯的版图里面去 俄罗斯人对这个土地的兼并呢 那是上瘾的 绝对上瘾 他们是有那个偏好啊 就喜欢把自己的国土面积搞得推大 有些个土地没什么暖用 他也要是不是 你像中国的东边的啊 就这个远东以前就是中国的 他把它搞进去 说这个普京最近呢 签署了一个命令 说当年俄罗斯还沙皇时代 东用了这个收了一笔钱 把这个美国的非地阿拉斯加 是吧 就给买走了 然后俄罗斯呢 为了要钱 也就把这个阿拉斯加这块地 也就卖给了这个美国 现在普京不干了啊 说不行 这种历史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是吧 我现在宣布你无效 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 我要把阿拉斯加收回来 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证明俄罗斯啊 普京他们这些人啊 他就是有一种这个大俄罗斯的土地情节 这所有的土壁都这样 他在这个意义上 习包子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 所以你想想吧 这个俄罗斯对新疆这块地方的那种垂涎三尺啊 那不是非一日之寒 好久都已经是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共产党其实在这个新疆这边啊 防的第一对手其实是俄罗斯啊 真的担心新疆被俄罗斯给吞并了 是吧 你想想一下 如果新疆被俄罗斯吞并 那俄罗斯牛逼大发了 一直想搞这个事情的 所以现在俄罗斯出面 要关心新疆的人权问题 还要关心这个武汉病毒的问题 那说到武汉病毒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习包子呢 那是真是把普京当爹的啊 这全世界的武汉病毒都被 都被糟蹋的没人样 美国啊 欧洲啊 什么什么韩国 日本啊 台湾啊 都糟蹋的没人样 都是土有意识的输出的 但是俄罗斯相比之下 真的是最亲最亲的 俄罗斯没有没有打渺渺 俄罗斯没有搞核酸检测 俄罗斯到后来也就是 只有只有几十万人感染这个东西 也根本就不大会事 没管他 为什么呀 被细胞子有意的控制了 这个东西放毒的时候 没有放给俄罗斯 而且他们说 有可能是俄罗斯给这个 中国共产党细胞子 给俄罗斯普京说实话 这个东西没事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从疫情这个东西 到到这个核酸检测 然后到苗苗这个东西 我觉得都有可能是 美国的那些个牛吗 和中国的那些个土狗 联合型的制造这个人类的大骗局 你疫情都是假的 所以俄罗斯没事 啥事没有 非洲没事 啥事没有 你说是不是 按照你当时那样 那样大的阵仗的话 你应该非洲这个地方的人都要死光了 是吧 医疗不好吗 是不是 印度也没事 说印度搞得很厉害 后来印度人人家根本不管 然后说印度横横面上死了好多人 天天在横横面上烧人 纯粹都是共产党释放出来的假消息 我告诉你啊 真的 这个世界的黑暗比你想象的更黑 咱不扯远了 就讲说这个包子狸在病床上大发脾气 就是为这个外交部四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是不是 说这个王一是个废物 当然呢 这个消息之所以传出来的很有可能是 这个北京这边的外交部的人 人事安排有可能有变化 说西包子可能要让王一 要把这个外交部的部长交出来 让这个刘建超去做外交部长 先把外交部长拍了再说 大概其实这个意思 但是这 说出的这四件事 我问了北京的兄弟 的确是西包子的心病 的确是西包子很生气的一个原因 如果台湾搞不定 然后如果香港还搞不定的话 如果美国推出一个香港避难法的话 西包子估计真的要气得吐血 然后一命呜呼了都 谢谢